那長久的施打的話往往會造成 鼻子會越來越寬 壓力太大的線材的時候會穿出來甚至造成感染 所以他會以為一個高挺的鼻子放在他的臉上就一定是好看的 我們一般來講因為鼻子是從額頭連接到 鼻子的三根 鼻背 鼻頭 然後鼻小柱 鼻蠢角 到嘴唇 如果以角度上來講的話 鼻額角這角度大概會介於 120到130度之間是比較理想的 那鼻唇的角度的話一般來講 會建議是在95到100度之間會比較理想 那如果以整個鼻子的長度的比例來看的話 在臉上大概會希望是在三分之一左右的一個長度 那以寬度來講大概就是在五分之一的一個長度 當然這個比例是根據每一個人的不一樣的臉型 所以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 並不會真的完全那麼死板地去根據這個比例去做 那當然比例是一個我們在手術前一個諮詢的一個參考 我覺得我們當醫師在諮詢的時候 就是要跟來求診求美者做一個溝通 我們醫師有教育的責任 因為很多人他可能他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所以他會以為一個高頸的鼻子放在他臉上就一定是好看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根據每個人的臉型 還有他整個人的這個五官 那一般來說如果臉比較長的比較立體的 可以做比較高頸比較長的鼻子 但是如果也是比較圓潤比較可愛的話 鼻子就不要做得太高頸 鼻子就不要做得太高頸 要做得有點回翹啊這類的 就看起來比較柔順的 而且也比較和外粉淨的 龍餅的話目前的方法很多啦 那最主要是分成兩大類 一個就是手術 一個就是非手術 那非手術的方面的話 現在的填充物很多 包括注射玻尿酸 精釀瓷 或者是用埋線的方式都可以做龍餅 手術的方式就是植入甲體 或是植入字體的軟骨來做手術 你剛剛說的一些膠層的優選嗎 注射龍鼻的話是比較方便啦 注射玻尿酸圍精釋 你可能20分鐘就可以把鼻羊做高了 那他的缺點就是第一個會吸收 第二個的話就是立體度會消失 而且長久來說鼻量會變寬 鼻頭也會變大 主要是我們注射路的這些填充物 他的這個內聚力還有這個持有性不好 所以過了大概半年到一年 他因為一些裡面的見解的斷裂 所以就會造成他的立體度的消失 那長久的施打的話 往往會造成鼻子會掉越快 然後到後來可能還是會尋找手術來解決 那蠻線龍鼻也是一個現在的一個趨勢 但是蠻線龍鼻的缺點也是一樣的 因為線材本身還是會被吸收 而且他的支撐力不夠 尤其是如果施打錯誤的話 壓力太大的線材有時候會傳出來 甚至造成感染 我個人是認為說如果要讓鼻子變高挺的話 手術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 鼻子是一個堅硬的一個組織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們不應該用一個軟的材料去填充它 應該用一個硬的東西去支撐 手術我們可以植入一些夾體 或者是用一些軟骨來做一個修飾 可以達到最好最穩定長久的效果 我們使用的夾體都是為腹部有核殼 一彩字號的一個材料 那原則上它都是安全穩定 而且可以長久脂肪在人體 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目前市面上的夾體最主要就是 矽膠 或是卡麥拉這三種為主 根據不同的皮膚狀態 也還有希望的皮型條件 我們醫師會建議不同的材料 那基本上這三種材料 在正確的手術方式下 都是安全的 然後可以長久脂肪 是不會有穿出的問題 我常常說夾體沒有好不好 而是適不適合 所以這還是要醫師的一個判斷 去做選擇 然後跟病患溝通 原則上來說 如果皮膚比較薄很薄的 然後血管絲比較明顯的 我會建議它放這個矽膠 比較軟的 像現在有那種病毒二代矽膠 那這樣的話對於它的甲體的外觀 就不會顯得那麼明顯 那相對來講 如果一些皮膚比較厚的 來求美者的話 我們會建議它可以放 狗特斯或卡麥拉這些 會比較粒皮 基本上我們放入體內的甲體 如果沒有出現感染胃移 或者是排斥的現象 是不需要特別去移除的 根據我的經驗 其實好好的去做手術的話 這種情況都很少發生 比較常遇到 想要來做一個甲體的移除 大部分是對於外觀的高度 有另外的要求 像說可能一次前做過 然後覺得不滿意高度 那可能就會做一點調整 如果真的是撞歪了 要盡早的去移除 其實撞歪本身不只是外觀的問題 有時候歪斜的甲體 會容易造成感染的現象 我們知道鼻子應該是在正中央的 那如果你的甲體 跑掉跑到旁邊去的時候 有可能就從旁邊的鼻黏膜 或一些穿死 可能自己不知道 但是小小的洞 就可能造成細菌感染 最歪斜的情況 我們會建議他 趕快把它移除 然後至於說 能不能同時立刻再做手術 就要給醫事評估 一般來說 如果他並沒有出現感染的現象 就可以同時再做手術 那如果說出現了嚴重的感染 甚至裡面有化膿的現象 我們會建議他移除之後 然後至少等三到六個月再做手術 所謂的鼻整形 我們講的並不只是單單的龍筆 我們鼻整形講的是說 鼻子的外觀整形 所以外觀整形包括的話 是鼻子太低要變高 但是同樣的也會鼻子太高要變低 鼻子歪的要變直 然後鼻子太短要變長 太長要變短 所以有各種包羅萬象的 鼻子外觀的矯正 我們講到的鼻矯正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歪鼻的矯正 我們鼻子歪了要怎麼把它變直 所以跟鼻整形是一樣 但是跟龍筆其實是不盡相同 同樣的來說 就是如果我們在做龍筆手術的話 如果有歪鼻要先把歪鼻掃整好 然後再做龍筆 不然的話 我們歪斜的鼻子變高之後 就是很重要 那我教育部分的分 就是進度的拉盤 之後轉動 歪斜的部分有分先天和後天的 不管是先天或後天的 都是可以藉由手術來做一些處理的 跟他講一個觀念 其實早期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 很多人都希望三根越高越好 那其實慢慢的現在的消費者 也比較了解說 其實一個好看的鼻子 重點還是在鼻頭和鼻背 三根其實並不一定要一位的增高 有時候你把三根做很高 可是鼻頭不夠長 看起來反而鼻子會更短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在手術的時候 一定會跟來求診的這些求美者說 我們會先針對他的鼻頭做一些調整 然後一倍然後再是三根 做整體的規劃會比較好 常常會有人說 因為他覺得他人中太長了 所以來做鼻整型手術 那確實如果是鼻子比較短的人 人中他露出來的部分就比較多 看起來就會比較長 那或者是說人中和鼻小柱這邊很凹陷 尤其是一些鼻中隔軟骨比較缺乏的 這邊的凹陷就會很明顯 這角度就沒有那麼好看 那確實可以藉由我們的鼻整型手術 還有去調整鼻小柱基底 來做一個改善和修飾 基本上來說 只要不是鼻子裡面有嚴重的化膿發炎 單純的鼻子過敏或是鼻塞的問題 我們不只可以做隆鼻手術 而且可以在隆鼻手術中 一定去解決它這些問題 如果在懷孕的時候 當然沒有辦法立刻手術 但是在餵母乳的過程 事實上是可以手術的 只是說可能手術後一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內 就不要餵母乳 讓我們 因為我們手術的時候 會給一些藥物 術後也會給一些抗生素啊 小腫的藥物 那怕這些藥物經由母乳 會去影響到一條海嗎 那如果說可以在停藥之後 一兩個禮拜 再去餵母乳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第二整型的手術 其實不管是來求診的客人 或者是醫師都希望能夠達到一個良好的效果 我覺得充分的溝通是重要的 大家的這個期待不要有落差 能夠藉由多次的資訊 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那術後的話就是要 依照醫主來回診 有很多人覺得說 我手術完之後 那就可以啦 就不用再回去看 我覺得這樣是不太好的 術後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術後前一到兩個禮拜 因為傷口剛剛癒合 要給醫師來檢查看有沒有問題 基本上我的經驗是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手術完之後 傷口長好了 整個都癒合好了之後 後續的感染或發炎 這種情況就很少發生 絕大部分的問題 還是出現在 癒合的過程沒有好好的照顧 那很多來手術的客人 確實他不曉得這麼照顧 所以就需要醫師常常去幫他看 去幫他做一些檢查 我們把前一兩個禮拜照顧好 一輩子就不用太擔心 這是被卡住 我是看那裡嗎 不用那麼高 我看哪邊 差不多看這邊就可以了 好 那要問什麼嗎 這種情況常常說 也沒有辦法 放在那邊做手 這可能會放 OK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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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算了 OK 好